来讲讲古头社、放文社、ANAPLEX的区别 最近我有个系列视频讲的是日本动画制作公司 有很多人评论放文社、起因社、ANAPLEX之类的 感觉很多人对这一块的了解非常混乱 这些有的根本不是动画制作公司 有些观众会把古头社和放文社、起因社混为一谈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简单割不下 动画制作公司是以动画企划、制作、技术指导为核心的公司 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金安尼、节操社、古头社等 不过金安尼工作范围更广一些 而放文社、起因社则是出版社并不参与动画的制作 例如点兔是在放文社旗下杂志联載并由放文社出版的 它的动画则是白胡社改编制作的 起因社是日本综合出版社 出版了多种漫画杂志 国影人者、航航王、99都是在起因社旗下漫画杂志联載的 动画则是由专业动画公司制作 讲坛社也是出版社 可起因社、小学馆并称为出版界漫画三雄也不做动画 Aniplex是索音写下以动画企划制作代理发型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就是我们经常在动画开始前看到的那个 有很多人有误区 以为片头带Aniplex的标志就代表它是Aniplex制作的 其实并不是 片头带标志只是代表这部动画是由Aniplex代理发型的 跟制作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它写下的A1社和CW是专业的动画制作公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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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